阿弥陀佛 这三件事最损福报 一定不可做 都说人生无常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我们永远无法知道自己 未来的道路 究竟会向哪个方向发展 有的人年少得志 却中年丧才 晚年凄惨 有的人恰恰相反 虽少年中年多不如意 但是越老越有福气 不明就里的人 将之统一归位命运的范畴 认为这一切都是老天爷在操控 一切不过是命运使然而已 当你学习了佛法 深入明白佛法的真理之后 你一定不会再过迷茫 佛说 一切都在因果当中 你说了什么 做了什么 乃至于你的起心动念 想到了什么 这些都会被牢牢地记录下来 这就是你所造的业 当然这里的业分为善业 恶业和无忌业三种 一旦因缘成熟 善恶之报 就会献钱 如此 哪里有什么老天爷在操控一切之说呢 一切都不过是自作自受罢了 以下三种行为最折损你的福报 一定要悬崖勒马 不可再做了 第一 傍佛傍法傍僧佛法是什么 佛法犹如无尽长夜中的一盏明灯 我们都在六道中轮回了太久 充满了无名 不知道过去种下了多么深重的罪业 也不知道将来要去向何方 佛法就是向我们揭示宇宙人生的真谛 揭示因果回圈的道理 通过学习实践佛法 我们就能深入明白因果 了悟人生真谛 进而脱离轮回之苦 了脱生死 离苦的乐 因此 从究竟层面来说 佛法与其他世间法相较 更高了一层 他教人脱离轮回 而不止住于人天的福报 佛法僧被称为佛教三宝 佛代表觉悟者 佛法是破弥开悟之法 而僧是佛陀的接班人 是弘扬正法者 傍佛傍法傍僧 犹如切断众生的法身会命 使其继续堕入轮回 不得解脱 实在是罪业深重 第二 对父母不敬不孝 人生天地之间 什么才是做人的根本 唯有将孝道 做到极致 才是立身之本 我国受儒家思想统治 积千年 老祖宗告诉我们 守孝涕 赐紧信 犯爱重 而亲人 有余力 则学文 孝涕乃人之根本 为人若不能做到罪父母长辈 恭敬孝顺 必为人所不齿 我们经常说行善积德 什么才是最大的行善 最大的积德 对自己的父母 长辈恭敬孝顺 这就是最大的行善积德 一个不孝父母之人 德行有亏 凡事都不会顺利 福报自然 与自己无缘 第三 喜好杀生杀生 是以自己的手段 随意剥夺其他众生的生命 违反了自然法则和规律 必然会遭受众生的 既恨与自然的惩罚 佛说因果通三世 很多时候我们被无名障碍 并不能明了因果 而因种下 也不会马上遭受果报 可是一旦因缘成熟 你还是逃不掉其果报的 佛经云 假使百千节 所作业不亡 因缘会遇时 果报还自受 你所种下的业会 一直跟随着自己 无论你是什么身份 到了该受报的时候 就一定受报 《地藏经》告诉我们 若遇杀生者 说速殃短命报 杀生是其他众生 葬送性命 自己也会得受短命的果报 喜好杀生的人 一定不可再做了 当你老了 走不动了 当你老了 这首歌 听起来有点忧伤 当你老了 头发白了 睡意昏沉 当你老了 走不动了 炉火旁 取暖 回忆青春 多少人 曾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 爱慕你的美丽 假意或真心 只有一个人 还爱你虔诚的灵魂 爱你苍老的脸上的皱纹 走在熙熙攘攘的街头 是不是你偶尔也会发现 有人坐住电动轮椅 缓缓地走过 还有人 老到真的哪里也去不了 只能任由别人推住轮椅 而自己就在轮椅上 搭了柱头 身边所有的景物 和自己无关 也无心去看了 还有更苦的人 躺在床上 翻身都感觉疼痛 当你有一天 一个人在炉火边打盹 眼睛也花了 反应也很迟钝了 手里拿的东西 不经意就滑落了 都懒得去捡 其实 你真的在慢慢变老 人生 一晃就长大了 一晃就老了 都来不及认真的年轻 就真的老了 当你老了 走不动了 陪在你身边的人 是谁 也许 年轻的时候 从来没有想过 这辈子最后 谁才是你的依靠 老了 还有儿女 可以常回家看看 还有欢声 笑语的家 就是幸福 但你会发现 原来儿女 各自有了家庭 终究要离你而去 能够听到的是 电话里的声音 还有通过网络 传来的视频 也许 儿女有出息了 你真的不忍心去打扰他们 不要拖累他们 你只是知道 他们过得好好的 就好了 可是 你把一生的心血 都给了儿女 那谁来照顾 你的老年 指望儿女 多半是一个愿景 酒病床前 无孝子 老了 讨人闲 再说 如果儿女去了 很远很远的地方 来看你一次都不容易 陪伴是最好的孝顺 但只是多少人 挂在嘴边的话 真正和儿女 常在一起的父母 还是少数 也许 你还可以指望老伴 但你不看看老伴 此刻他也变老了 白发苍苍的样子 你怎么忍心 让他推住轮椅 到处走 或者 他根本就 抱不动你了 老伴 总有一个人先走 先走的人 是福分 因为有人照顾 有人掉眼泪 后走的人 才是薄命 太孤独 曾经听朋友 说了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个迷失方向的老人 在街头乱走 神经有些恍惚 和人交流 也很困难 好心的人 问了他很久 都不知回答了什么 不得已 有人看他的口袋里有东西 就翻出来 希望找到有用的东西 可以联系到他的家人 忽然 从口袋里掏出来的 是一张火化证明 那是很多年以前 老伴去世时候留下来的 他和他始终陪伴住 不离不弃 当你老了 走不动了 你仍旧念念不忘的人 是谁 也许 你曾经对喜欢的人 发誓今生今世 爱你不变 永远不变 当你老了 走不动了 或者记忆 已经慢慢模糊 你还能想起他吗 所有的誓言 都要飞灰湮灭 迟早而言 年轻的时候不懂爱 懂爱的时候 已经不再年轻 一个人 动了心 放不下 一颗心 动了情 放不下 其实 所有念念不忘的爱情 终究敌不过 岁月的沧桑 有的人 最后的时刻 依旧想住 曾经爱过的人 把遗憾留在了生命里 但思念 有什么用 等你老了 就去找你 是啊 等两个人都 没有了负担 就重逢吧 但在你的有生之年 你和真爱 你和真爱的人 牵手了吗 还是 你到底不够勇敢 只是想一想 然后就放弃了 其实 今生无缘在一起的人 都不是真爱 因为真爱 是陪伴你到老的那个人 当你老了 走不动了 还有人为你一口热饭 你就应该知足了 人不能要求太高 爱不能要求太完美 当你老了 走不动了 你突然发现了生命的意义 人活在世上 有什么意义 也许你曾经思考过 但你总是没有明白 其实当你老了 走不动了 就突然顿悟人活着 没有意义 地位再高 总是要让位给别人 金钱再多 都是过了自己的手 不会永远停留 房子再大 你只能住一间 车子不过是代步的工具 说是身份的象征 那是你一厢情愿 人生活着没有意义 因此你应该认认真真活成自己 而不是看别人的脸色 你不要追求太多 因为那些东西 自己并不需要 你闹心的事情 其实都是鸡肋 过去的爱恨情愁 都已经过去了 你想啊想 就成了心病 未来 真的不要太担心 该来的会来 该走的会走 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 一转眼就是一个春秋 一回头就是一个曾经 一转身就是一生时光 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 其实来日并不长 趁自己还健康活着 把一切看淡看透 别等走不动了 才去悔悟人生 每个人都会慢慢变老 这是宿命 如果可以 等你老了 退出红尘 和心爱的人 一起隐居 在不知名的小镇 一起看日出日落 种花种菜 不要和世界 有太多的联系 不打扰别人 也不要别人打扰 饿了吃饭 困了睡觉 累了有人懂 足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编罗